大家好,又來到智庫通的有機可乘 Dicky,上星期我們這兩位嘉賓 都是飲食界的專業 一個就是主題餐廳 亦變得越來越漂亮 在辣方面也是一個專家 詩詩就不用說了,是一個品手方面的專家 晚上看ViuTV也看到她 今天才在我節目上出現 說說怎樣做生意 不過上星期我們也說要靠毅力、夢想和勤力 有這三樣東西是否代表在自己的專業範疇裏做得到 會否說中間有貴人出現或事件激發到現在 可以越做越好 Alex,你覺得中間哪一個是你轉捏點 因為聽Dicky說的就是你在飲食界都有一段日子了 幾十年了 可不可以說你最初的份工 這個我知道也挺有趣的 最初的份工是大富豪 原來我做一個香港最輝煌的夜總會 在那時候就學會毅力了 為何會做這份工呢 因為很好收入 那時候應該是亞洲公盟風暴前 香港經濟很紫序、很好景的年代 如廁拌飯年代 對,如廁拌飯是你說得很好 我都未入房的時候還說得大問題 那時候第一為錢 第二就是見識一下吧 人生在世,試試試看吧 如果你同樣做飲食 你進一間普通的酒吧來做 夜收一萬元的工資 夜總會去做,有萬二元的工資 時間一樣 做的又不知 這是機會成本來的 對 在這個取捨的 但是在這個工作過程 訓練了你的毅力 你的口才 也真的見到很多 我們九十年代 紫序金迷的香港世界 也是 奠定了我做餐廳的概念 因為一切以客為先 夜總會一定是 我們要跪的 譬如我這間酒吧這麼大 又進入門口敲完門後 要跪進來 這是九十年代香港 因為日式夜總會是蒂毛巾 我們的B秤是 請將你的尊嚴鎖入你的房間 我們在外面做事之前 我們叫做出場 請你的尊嚴鎖入你的房間 即是你上班那八個小時 是不能帶尊嚴的 當你這樣想事做事 就拋開了 所謂的 如果好聽一點叫甚麼 忘我 即是 好頭入入到 完全忘記了自己 是 你做事 但工作環境是否這麼惡劣 客戶真的那麼頑皮嗎 不是那麼差 你點火給你一百元 那我先來 忘我吧 其實當你有這件事的根基後 是否對現在你做這間餐廳 或者是做飲食事業 有些得著 我想做人也會有幫助 第一 不怕人怎麼看 人當你不怕人怎麼看 就已經很害怕了 那也是 沒有街坊和包袱 第二就是 你見過以前的事情 會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過程 人生正在倒數 你如何盡量讓自己精彩一點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做很多事情就沒有那麼多 制爪 計算 那你一個人就開心一點 積極人與積極事 但到你何時才決定要自己創業呢 創業和打工很不同 我打工你都說 哪裏的薪金都去哪裏 但自己創業 你真的所有事情都要去計算 還有其實有些是有變數 譬如說你做的東西很好吃 不代表的人一定會光顧你 因為可能競爭 可能經濟的關係 那怎樣去拿捏呢 其實我經常覺得創業 是有一股傻氣的 為什麼呢 那我又做過鐵板燒師傅 即是鐵板焦師傅 你真的很多煩 對 很多煩 同程師傅來做了幾件事 那我煮鐵板燒 那我計算了 一個餐 二十多年前一個餐 一個人五百多元 一個人一千元兩個人 那一晚由早到晚煮了十幾個餐 我計算數 幫公司回了兩萬多元的生意 營業額就這麼多 但我收八千元的薪金 那我覺得那人小時候不懂計算 那時候還要一個月 不是一晚 那我就覺得我收一個月的薪金 八千元 我煮一晚兩萬 那我原來做生意真的好 那時候不懂得計算 那些 即是成本 那些 就覺得老闆很著數 我都要出來做老闆 只是這樣想 那有沒有想過計算過 還是一股腦移地就先做了 那有沒有碰過釘呢 在這個過程中 釘一定有碰過 因為你和所有 我不知道為何這個世界有趣的 你和所有最親密的親人 說你創業 越近的人是鑽得你越狠 譬如我做辣為例 我和最好朋友認識了二十幾年 我打算拆一隻辣東西出來 我打算怎樣 我便說 不要想了 香港沒有人吃辣的 一盆冷水 很冷的 那我就想 我立即那一刻都被他打打擊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吃辣的呢 最後就證實了不是 CC有沒有遇過同樣的情況 做一個專業的酒瓶家 你家裡可能都會支持 但會不會有其他年輕人 一樣有你這樣的挑戰 或者有你這樣的興趣 但可能他們家裡不贊成 那你又如何去勤勵他們 你的過程是怎樣 我想我家裡比較開放一點 沒有什麼 不過我覺得這一行 因為我這個行業 我覺得和我姐姐做電影行業都比較遲 即是男性主導 男性主導 對 所以女士比較少 全世界最出名的酒瓶家 可能大家都有二十兩場 Robert Parker 很多是男性 女性都是少 現在就多了一些女性 但是你說酒廠 或者酒莊 其實很多都是男士 多一些 或者繼承都是 但現在的年代不同了 多了女士 但其實始終在亞洲這個市場 或者歐洲還是美國還是男士主導 你變成入行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 大家都可以的 但會覺得要吃力一點 會不會避受質疑 在入行的時候 還是不是 更吃香一點 女生少一點 你的感覺 兩樣都有 因為始終有時 一群男士 你很難跟他們一齊 談到他們的男人經 我跟Alex明白你說 但大家都專業的 工作時也沒有什麼 我自己反而覺得 因為我家裡的訓練 是烈酒和葡萄酒都有的 我自己本人就很喜歡威士忌 我自己本人就很喜歡威士忌 公開組別 那應該是我 其實你覺得你的長處在哪裡 是不是一條舌頭很厲害 一喝你就已經可以分辨了很多的味道 味蕾是不是有異於我們普通人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分享 我最初學品酒的時候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試很多不同的葡萄酒或烈酒 甚至乎我做評判的時候 例如說葡萄酒 做評判 對 做評判 我可能兩小時要試110瓶酒 嘩 是不是試完就吐了 我看到有些好專業的 很浪費 但是你想想 你兩小時試100瓶酒 如果你每一口不吐 你一定會醉 他可能才會不醉 正常人都醉 但是那是挺好的 就是一個訓練 漸漸就覺得自己像狗仔一樣 你的鼻和舌頭都改變了 所以整件事就不同了 我女士很喜歡噴香水 以前我現在是不能噴的 因為始終你是一個專業 例如我去試酒你有香水 你影響別人大家會吻酒 對 第二就是因為始終我自己也要吻酒 也影響了我自己的味覺 所以就不行 如果我有一天很欣賞 那怎麼辦呢 在家裡噴完自己聞完就不出門了 立即洗澡 我也不是 我會噴但我會噴得很低 例如別人噴頸 我就不行噴得那麼高 我就要噴得很低 那就難搞了 做你的好朋友 送沙蘭給你 我不知道送什麼 香水不送 走一定不行 你那麼聰明 我送支支支也不適合你 當然不會 不過其實就是 過程當中 剛才兩位都有說的 某程度上你要有一些的犧牲 可能你要有成績 好像詩詩一樣 就說我某些東西就要放棄了 還有中間做了生意 或者是自己經營自己的個人品牌 和事業付出了的代價 或者是當中遇到的挫折又是什麼 稍後回來再聊 繼續回到至普通的有機可乘 我們經營自己的事業 經營自己個人的品牌 當然希望一帆風順 每個人都希望開心 聽詩詩和Alex說 都很多很開心的事 但過程當中 有沒有曾經有一關 你覺得自己是 那關我真的未必過得到 但最終能讓你過得到 如果我最失落的時候 就是我認識你的時候 Dicky就是 在銅鑼灣開了一間 日式的串銷店 刺身店 真的在這麼大小裡面 算是花盡心機下去 即是連牙籤筒 連張紙巾 連所有東西都是自己去搜尋去找 但最終到租約期滿的時候 業主跟你說 要加雙倍租金 本身9萬多元租 一開 那你要預計他12萬也給 13萬也割肉給你 20萬 那你不能做 飲食業已經是艱難了 那些是將你所有的心機設計 裝修 所有的酒壺酒杯 全部把你的心機打碎了 那一刻就覺得 是否飲食業不適合 即是為人生的 是否飲食業不適合我呢 我真的試過想這些東西 當一個人混濕就想這些東西 是不是這裡有東西呢 但是你又後來再開 都不止一間 可能兩三間這些主題的餐廳 那你不怕嗎 你不怕加租嗎 第一 哪裏跌低哪裏起山 這句話經常都說 但重點是 這次整個想法是 為何我會開主題餐廳呢 如果一再開一間日本料理 開一間雞煲 開一間市場上很多類型的餐廳 我會跟全香港 例如我當雞煲為例 香港我當有五百間 我會跟那五百間去對比 哇大哥 怎麼鬥 既然是這樣 不如零機一觸 不如我開一些主題性的餐廳 可能不多 但大家喜歡拍照照片 我就令到景點 全都令到你要打卡 當你這樣想 人生又有希望 人很有趣 其實只要哄自己 所以整個區 我們集中發展 即是我們這次開餐廳 就不走來走去 因為我喜歡喝兩杯 我每次都喜歡 如果我走來走去 一晚幾次醉架 真是慘 這樣就算了 所以是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開車 所以就直接想想 不如是一個地區發展 發展不同種類的主題 就吸納了變成一條 好像吃街 還有就是有個協同效應 我吃完這間 我一圓這間就不錯 又可以試 那你管理也容易一點 還有宣傳、入播、管理 就算了 例如我A餐廳的時候 例如這裏喝酒的地方 可能未有這麼早開 晚一點才開 晚飯已經開了 那些同事就可以調到那邊幫助 先 人也請少一點 到晚上飲食那裏就多了 那餐廳就完了 晚飯時間 又過來幫忙 整件事就會有個協同效應 還有一句 令自己開心一點 人最重要是要哄自己開心 你哄自己開心 做所有事都笑著 如果有客人進來 那客人也會覺得開心一點 變咒出一種 就是你獨有的管理模式 還有一個新的方法去試一下 但也是在這個行業當中 沒有離開過的 你們的行業會不會有低潮低谷 那你是否一畢業就做這件事 那你中間有沒有打工 據我所知其實你也有其他工作 有沒有一段時間 做酒瓶家不可以維生 我見很多娛樂家 可能是你姐姐那些 有些演員可能要 我現在逆境 我沒有戲拍 那怎麼辦 可能連送餐都要送 會不會你有沒有經歷過這些事 在你們從事這個品酒師那麼多年 應該這樣說 因為其實疫情的原因 所以其實香港很多 例如之前要做一些Tasting 一些品酒會都會禁止 那不是只是我的 我想整個行業都有這件事發生 但也沒有辦法 變成大家都要捱過去 但始終我覺得飲酒或品酒 是一個開心的行業 好像吃東西一樣 所以其實大家都不會很灰心 只不過是大家都想快點等它過去 就可以重新出發 但是不是一直都做得這麼開心 你們那一行會不會傳到 好像Alex所說 你也有一些競爭 未必說是你剛才說 可能某一個專業資格 只有兩三個 但會不會已經是那兩三個 就鬥和你死我 不會的 因為始終相對地 可能這一行 說它是比較尊重一點 就是比較尊重一點 專門一點 但同時間其實香港也越來越流行 不同類型的酒類 大家都很想試 例如可能有葡萄酒 以至到你也很喜歡草香檳 然後就是威士忌 你也很喜歡草 慢慢就變了越來越多 很多人想去了解 想學這個比較專門研究 大家除了喝之外 都會投資 你現在除了一些大型的 Auction House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細型的 或者一些網上的 其實都已經一路路逐續發展 這的確是事實 因為在過去十年 另類投資 威士忌如果是所謂的Single Class 投資回報率 原來跑贏 傳統我們說的股票指標指數 來S&P500指數 是說成幾倍 這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投資的心態也好 又或者興趣的心態 令到這個行業 很多人都想得到這些資訊 都是需要你們的專業意見 都可以分享 其實你說會否有很多競爭 但因為有這麼適逢市場 又有不同的出路 所以會有更多的範疏 Apple很幸福 好像他們兩位的專業 是沒有逆境的 經常都這麼開心 又或者面對逆境 都仍然可以很開心 很鬆融地面對 我覺得做人的態度 如果學到兩位 我想其實遇到什麼難關 都很容易捱得過 當然啦 我們最重要是心態上高的調整 就是做得到的話 我覺得很多事都事半功倍的 但是說到了 即是接下來 面對著可能市場上 還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相信 譬如飲食行業 或者是CC的一個品酒行業 都可能有一些衝擊 大家怎樣看 各自自己的行業 簡單點說的概念 就是你的問題 如果放得很前的話 其實可以很大 但是你擺放這張城市拉長 你想想自己 你在這行業會做多久 我會做多10年 10年的話 現在的問題 就是那10年的其中一部分 但我的計劃是想好了 譬如我在這個區域 我預約了開8間不同主題餐廳 我當然已經拖遲了 因為疫情那方面 但我沒理由這樣而放棄了想法 那跟放棄了自己的夢想是沒有分別 既然是這樣 只不過想得更仔細 繼續更加足 還有想多一些增值配套 以前坦白說 沒有外賣 被人覺得是 好像比較下難的東西 現在… 放置比較低 現在可以很快、很細心 可以做到很精緻的外賣 還有你在開餐廳之外 你會想多一條外賣的線 所以我們就想了很多 有一個叫甚麼 現在是宅食 家裡的宅 宅男宅女宅 我們經常有一個名字叫選飲宅食 選飲宅、家裡吃 也是一個享受 所以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所有大的問題就會變成 是過程的一部分 因為一定會有問題 怎會沒有問題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問題 所以你說擴充 有些人答應自己要做 如果錯過了做不到 其實你自己對之後的計劃 你也會覺得 現在答應了可以做可以不做 遲些都可以拖慢 其實計劃就沒有了 這就已經不是計劃 其實正面一點去想 原來可能經濟的疫境 或者現在疫情的疫境 可能是擴充業務好時機 還有一定要求變 有新的思維 原來可以殺出血腦 多了飯生意你做 以前沒有的 現在可能反而有 有價格說 很直接說 以前最富補的時候 你拿兩萬元請一個人 可能他只是值萬七 現在你拿兩萬元請一個人 他值兩萬五 時勢 因為當那麼多飲食業 都停了業務 沒有開啟的時候 他也要生活 有質素的人也要生活 所以你益了你這些老闆 計算的老闆 以前我們被人選 去年 現在我們有機會選人 這個分別 所以你看利與弊 CeeCee 你看前景 有沒有Alex 看得是說 我看他十年八年 都會偏向樂觀 其實如果說 烈酒市場 尤其是現在 大家一直都在追捧 威士忌 其實我暫時都看不到 他會 他應該繼續 未有逆轉 對 未到那樣東西 因為現在 蘇格蘭很多大型的威士忌廠 其實他們都擴建 所以我相信他們做研究 比我們更多 當然緊張 對 沒錯 因為你知道 每個威士忌一桶 你起碼要擺放十二年 即那個投資很長遠 所以看到那個方向 其實還是有一個可聲的幅度 眼前的難關很快就會過 最重要是大家都是放眼望遠一點 希望找到自己的希望 多謝Alex 多謝CeeCee 下星期我們又再跟不同的嘉賓聊過